像柯文哲上任時曾經說過 八年要蓋五萬戶的公宅 不過他昨天出席居住正義論壇 是改口說 北市這六年多來蓋了一萬八千戶公宅 要是再蓋下去 就怕是再留子孫 決定先停看廳 暫緩興建 不正義喊咖 立即引來議員的批評 這樣的政策跳票失信於民 北市府回應 這是暫緩不是停蓋 未來可能帶盡民進的力量 減輕市府負擔 一手比讚一手拿著居住正義表與看板 台北市長柯文哲十四號出席居住 整議論壇大談社展議題 曾經罰下豪雨八年要蓋五萬戶公宅 但是算一算柯文哲上任六年 才蓋了一點八萬 不但目標沒達成 甚至現在還要喊咖 就怕營運成本出現問題 柯文哲要求暫緩興建設宅 只不過這一挺建 也意味著當年的競選支票 跟著變成把拉票 柯文哲市長就這麼四塊 這麼多 當初競選台北市長的時候 你沒有想到治藏綠的問題嗎 碰到問題時不解決問題 不面對問題反而歸縮起來 政策方向做了這麼大的改變 就從要蓋變成不蓋 那不能只是在一個活動當中 講說怕債留子隨隨就不蓋了 藍綠議員粉粉炮轟 柯文哲政策跳票根本是使心於民 輿論戰火眼燒下 是否也趕緊複面說明 儘管強調是暫緩不是停蓋 也提出考慮加入民間力量來經營 但這來回變卦恐怕還沒能實現 舉住正義 就先丟失民心 記者最後報導